Hello,大家好,我是东哥 我们现在在回青麦的路上 到加油站过来加个油 顺便休息一下,上个厕所 在泰国这边 路两边没有什么服务区休息的地方 很少很少 主要都是在加油站里面的 因为泰国这边加油站就起到了 在我感觉就是起到了 休息区服务站的那种作用 有超市,上厕所 还有食堂,饭堂 各种功能挺多的吧 挺方便的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给汽车打气的 就你自助打气 你只要停到这边 你自己设定好你的胎压 设定好以后 你就给自己车打气就行了 像我们这次去苏美岛一个往返 再加上在曼谷市区开一开 苏美岛上开一开 差不多3000公里左右吧 一共加油大概预计是6000泰铢 这和人民币的话1200人民币 这个是路上花销 但是现在泰国新政府上台以后 我觉得有点很好 把油价打下来了 就是把柴油的价格打下来了 不是所有的 汽油不算 只是把柴油价格打下来了 因为我这辆是柴油车 为什么只打柴油价格呢 因为像之前所说的 就是在泰国 绝大多数的穷人 绝大多数的穷人 开的都是柴油车 像那种皮卡什么的 很多都是柴油车 所以他们会把柴油价格打下来 就是保障 整个国家最穷最穷的那批人 是得到受益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原来前些日子柴油是33块多 32块多吧 它是把它打到30块 打到30块 所以能省个7%到8%了 我们现在顺便吃点东西啊 这里有一个小的食堂 小餐厅 我点了一份这个叫盒饭 三个菜 一个粉丝炒笋 还有个嘎抛猪肉 还有红烧肉 加那个鸡蛋 一块红烧肉 一块豆干 一个鸡蛋 这样一份 总共是60泰铢 好 我们要吃饭了 我 咱们这红烧肉啊 这红烧肉味道一般热味点柴 我觉得还是冬嫂做的红烧肉好吃 他们才没有通常做的好吃 在泰国我比较喜欢去这个叫 PTT的加油站 加油 它就有点像中国 泰国版的中石化 应该是泰国最大的加油站了 但是泰国绝大多数加油站价格是统一的 价格是统一的 可能就是价格区别是在地方 区域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在曼谷的油一般是最便宜的 然后你再往我们北面越往青麦走 那个油是越贵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涉及到一个运输的问题 所以 但是如果同样在曼谷地区的话 油是一样的 然后在那个青麦地区油价也是差不多的 除非就是那种外资的 外资的那个加油站 比如说是峭牌 峭牌是最贵的 就是在同一个区域 峭牌是最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